你真傻呀 你跑到湖里头捉鱼 多危险哪 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怎么跟爹娘交代呢 别担心啊 我命硬 不会那么容易出事的 行了 你小子到现在还嘴硬 师弟文都告诉我了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你跑到湖里头去捉鱼 还想采点莲子 来给我过生日 你也不问我喜不喜欢 我要真是喜欢 也用不着你亲自去捉吧 你要让下人去做就好了 现在 你害得人家海棠也下水去救你 玉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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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抓住我 拉上海棠 海棠 拉上回来海棠 你是不是疯了 你知不知道这里很危险啊 你怎么来了 我给你找到你要的莲棚了 这里面就是你要的莲子 这不是我要的莲子 他没有心 他有心 他在里面呢 只是你现在看不见 不行我给你打开 他没有 老月轩 你还要干什么 我要把这狐狸 所有的莲藕 都给你挖出来 最好把它运回去 种在你家院子里 等到花落的时候 你一伸手就可以摘到 不要 我不要 你根本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 我把你让我做的事情 全都做完了 你还不肯原谅我吗 我为什么要原谅你 海棠 我一直在忏悔 我很后悔 你知道吗 人难免会犯错 人难免会犯错 但是有些错 需要你一辈子去忏悔 老月轩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这里没有我要的东西 不要再照了 海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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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棠